現在是千呼萬喚使出來 現在高端新冠疫苗五十一九頁的 採購契約書曝光了 曝光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對 真的的契約書終於 終於從選前到選後終於曝光了 曝光之後呢 讓大家覺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之前大家疑惑的東西都有了解答 怎麼叫疑惑就有解答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你該快的時候不快 該慢的時候不慢 一路把它弄過去 然後回頭來看一件事情 重點就是最後呢是40.3億元 然後呢 之前不是有一個錄音檔 說要700塊嗎 700塊 結果呢 人家董事會要求 要授選出去700塊 你最後卻是810塊 單機量的881塊 好 這個待會兒繼續講 之前在那個錄音帶講說 我們的底線就是700塊 看起來700塊多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交到董事會 對 這樣講700塊就是你有賺喔 沒錯 你甚至能說700 一劑多100 180 人家只要賣700 你到最後竟然 700都在找什麼概念 700有賺 而且這賺不用給股東 拿回來董事會 這表示是什麼 是超額利潤 但最後弄出來的價錢是 810塊跟881塊 好 待會兒繼續講這件事情 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看到了一個時間點 為什麼這個高中疫苗 一路開綠燈 還有記不記得 那個錄音帶裡面 還有一段講說 不用擔心 政府會一路開綠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間 5月28號今天出來了 5月28號簽約 簽約之後呢 6月18號那時候 民進黨的委員就全部在立法院反對公開審查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你該審查東西 你幹嘛反對呢 但這個時候出現重點來了 7月18號就通過EUA緊急授權 7月25號呢 就直接把它納入 直接可以來打 大家講說你7月18跟7月25 一個禮拜內做了兩件事情 你到底在急什麼 今天合約拿出來了 重點就是這合約 因為110年7月31號前 如果未取得專案核准製造的話 或是有規則於廠商的話 可能就要有罰則 所以呢 他在7月31號之前 一個禮拜 就直接讓他過了 先給你EUA 然後呢 就直接說 EUA過了一個禮拜 馬上 可以了 大家變成疫苗國家隊 原來是在第17條 契約終止解除跟暫停 也就是你如果在7月31號 還沒有取得專案核准製造許可 或者因為可規則廠商是由耽誤的話 你是有可能終止跟解除契約的 所以呢 其實合約本身呢 是有這一條的 第17條就是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做不出疫苗 或者是因為廠商的問題的話 你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話 你欠的錢要還回來的 所以呢 其實倘若可規則於廠商的因素 疫苗開發失敗 款項要怎麼樣 之前付的錢要追回 可是呢 當你在7月18號 EUA過了 你第一個綠燈按下去 EUA過了 那就沒有什麼第三期的事情 反正免疫條件就過了 陳培哲都提出很大的質疑了 對 還是非過不可 反正呢 他就是過了 我為什麼覺得很生氣 我其實對綠的跟白的都一樣 這個社會有一些情形坑坑 我們有一些專業 這個社會有一些倫理 可是你為了達到你的目的 你可以摧毀這些倫理 陳培哲在 我現在以前不了解他 我現在知道了 他在這個台灣是多麼重要 他的這個學術地位是怎麼高 而且他對很多的道德 我們學的他是堅持到 你為了這種事情 那連他弟弟都要摧毀他 對 然後呢 大家回頭時間來看 5月28號簽約 6月18號 黨這個公開審查 然後呢 7月18給了EUA 7月25 納入公費疫苗施打計畫 所以 這個合約就OK了 所以你的款項不會被追回 你其實已經過關了 那我們想問問這件事情 從528 618 718到725 這是不是一路開綠燈 對 這個疫苗是要讓全台灣的人打的 你這樣一路開綠燈 然後你到最後根本什麼事情都不管 反正就可以弄下去 可是最令人家毛骨悚然的 就是來看那些錄音檔 好 錄音檔告訴大家 700塊 這是政府期待的一個數字 表示你今天有講過了嘛 700塊都可以的 你最後賣了多少錢 800多塊 然後800多塊呢 告訴大家說 這個是什麼 冷鏈運送的一個價格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跟BNT一樣嗎 不一樣吧 這個東西就在台灣生產的 你的冷鏈其實就是一筆錢 你竟然把它灌在每一季裡面 你想想看就這個合理嗎 你今天就是一筆費用 你竟然把它灌在每一季 然後呢 從700塊變成810塊 你政府如果說700塊 是一個贈責欠 你700塊當時 我如果聽下來 那就是一筆錢啊 對啊 那就是一筆錢啊 可是呢 你現在跟我講說 我為什麼 等於說 我700塊多的這個800意思 多了110塊 多了181塊 是個冷鏈的錢 對 它的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就是冷鏈的錢 不含冷鏈運送還有其他費用 所以把它加進去 可是這件事情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冷鏈就是一筆費用 你冷鏈把這錢弄出來之後 就是一筆費用 你怎麼會把它灌到每一季裡面去呢 那是整套的啊 對啊 你不可能說我買了一個計量以後 我中間沒有算冷鏈的錢啊 對 這個就是人家覺得很奇怪 好 反正這個東西它也過了 但是你繼續聽下去 你會覺得非常可怕 還有那個錄音 一分二十秒的錄音檔裡面 你有沒有講過一件事情 現在回頭去看 真的是毛骨瘦人 他說 穩通過的一錄綠燈 那是很大的 政府現在不過他什麼都沒有 他就在講我們跟你一樣 都沒有人不過啊 欸 你要做一筆生意 你不但價錢 你講好了還可以加碼 還可以說你不用擔心 我就弄過去 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在另外一個錄音檔 你看過他兩個禮拜 先EUA 然後直接把它納入 公費採購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這東西 這東西是非常可怕的 他就說呢 新要開發是0跟1 但是呢 這個東西疫苗是保護力幾% 疫苗是60分跟90分的關係 不是成敗怎麼樣 代表說我只要做出來的東西 政府就是收 所以呢沒有什麼 1或0或是成敗的問題 反正呢只要弄出去 政府就得收 所以呢他是幾%保護力 所以呢我們只做到了二期 就讓稀哩呼嚕給弄下去了 弄下去之後 大家就去打了 然後到最後呢 有非常多的疫苗 其實就是直接報廢了 但是這一路走來 你看 錢變得比他多 然後呢 告訴你說一路開綠燈 有沒有開綠燈 有開綠燈 然後呢 這個保護力是幾%的問題 一路過去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賺了這麼多錢 高端還說沒有 我們沒有賺很多錢 甚至高端來講 其實他是拿了 對 你之前拿了4.7億的補助 你不是說我買疫苗 花了40.3億 你中間還有4.7億是補助的 對 這補助是補助他去研發 這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人做生意這麼好的啦 前面不管成不成功 我先花錢讓你去研發 然後呢 研發了之後呢 我跟你一路開綠燈 然後最後給你這個緊急授權 最後納入國家隊裡面 就全部把它弄好 你賺這麼多 還有一筆大家要算一下 就是你一路上的股價 因為你知道你一路開綠燈 所以你的股價就是一路衝天 你看一開始是從28塊 這邊衝哪裡 衝到121塊 然後呢幾個月的時間 就這樣子急速往上跳 175 1字頭 289 2字頭 389 3字頭 而且他每一次上去 其實你回頭去看 你會覺得非常難過 BNT破局變成一個利多 然後呢 國內疫情爆發 又變成一個利多 所以呢這一筆錢 到底是在做什麼 高端來講的話 到底有沒有問題 金管會都覺得有問題了 金管會送了9次 9次送出去之後呢 查無不法 全部結束 那今天這個合約公佈之後 你才覺得說一路開綠燈 然後呢要我毛給一塊 還有東西都是奇奇怪怪 好 董事長 這個真的怎麼樣 我今天也嚇一跳說 怎麼突然的衛福部下午4點半 在選前之前 大家怎麼說你都不會公佈 怎麼選後 馬上就公佈了咧 高端現在開放的合約了嘛 對啊 開放合約 是誰要求開放的 賴清德 當然是嘛 賴清德只是開放的合約 那些開放結果怎麼樣呢 買貴的嘛 買貴的有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嘛 這個東西 還有這第二個問題 所有現在賴清德 對他蔡英文 這被所謂的貪腐兩個字 揹得打打打打打打 打到那麼低的選票 賴清德恨不恨 你覺得是被貪腐打真的 當然啊 每個人都講到貪腐啊 但是每個人都罵他貪腐不是嗎 去年不是貪腐敗了嗎 對 今年不是一樣貪腐揹得走嗎 那如果沒有貪腐去年我怎麼拜呢 九合一怎麼拜的啊 就是貪腐嘛 貪腐那你請問你 他拿了百分之四十的票 不到六百萬票 那你的心態什麼心態 恨嘛 你們搞的 不是 重點是你四年後還要連任的 這四十趴怎麼夠 所以他怎麼辦 他現在就是高端先開始 我認為所有在英政府時代的採購案 所有的弊案等等等等 我認為賴會通通開放 會處理嗎 通通開放 讓國民黨打 他背這個幹嘛 這樣不就把民進黨逗臭了嗎 沒有啊 這反貪腐是什麼東西啊 反貪 習近平怎麼成功的 反貪腐 反貪腐的人一定會把民調打上來 什麼反不管 總統本來就是全民總統啊 國民黨反也是一樣反啊 所以下面進入的心風血雨 你就可以看到 520之後 賴開始要處理英政府時代 我告訴你 第一個前瞻建設多少錢 八千億 八千八百億 八千八百億 然後第二個 這個疫苗多少錢 八千億 八千億 因為依照六千億 然後再來 這個海空號多少錢 五百多億 後面還多少錢 五千億 加起來快兩兆的預算在裡面 這些賴會讓他這個事情發生嗎 賴一定要清完嘛 所以他前四年 如果不把前面英政府的事情清乾淨的話 他聲望怎麼會漲呢 你看看韓國總統以其樂 他怎麼搞的 他聲望一開始他贏一點點嘛 怎麼漲起來的 第一件事情 參謀本部通通給你礦礦礦 對 派成清美的 好 準備跟北韓打仗 盒子潛艦進來 聲望就起來了 他聲望起來了 搞緊張關係就好了嗎 不然國家搞緊張不就好了嗎 你反貪腐也是一樣 所以反貪腐會變成賴清的唯一的一個逃命線 如果他不執行反貪腐的話 他就會變成蓋花承受貪腐同流 大家這怎麼看 所以他要連任 一定要在這第一個 第一個會期或第一個任期的頭期 一兩年內馬上打出一個 反貪腐的亮麗的口號 慧晨 是 會這樣子嗎 高端 我這也想不到 怎麼突然冒出來了 事實上我覺得不只高端 因為其實 你也知道在選前 我不是一直在打NCC 就是沒有中立這件事情嗎 就我側面而知 其實選後 他們也可能會處理這一塊 因為確實 真的一塊一塊要處理了 對 要處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賴清德在過去這幾年的時間之內 很多的決策他並沒有涉入 那很多譬如說像我們一直在 跟他沒關係 對 沒有關係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 譬如像我質疑NCC 為什麼可以讓什麼 然後怎麼被媒體壟斷 什麼這些相關的事情 他們覺得有道理啊 其實剛剛董事長講的非常對 就是他現在是雙少數的一個總統 雙少數的總統要怎麼樣去凝聚 或取得多數人的一個民意的支持 就是透過打攤 但是我不知道他這個打攤 是把這個刀子向內 還是刀子向外 還是同時內外揭聚 但是如果是像高端這種 感覺上是比較少數的 或者是比較爭議很大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許他有可能 比如說那時候選錢 他是不是就已經有講到 說他應該要公布合約 而且他是主動講要公布合約 所以他現在一步一步的 把這些過去蓋起來的東西攤開來 過去大家比較質疑的 覺得你什麼已經有偏頗啊 你什麼NCC不夠什麼 一大堆爭議的 他會一條一條弄出來 那他一條一條弄出來 翻出來之前會有幾個考量 第一個考量 這個是不是有助於 他凝聚在社會上 多數人的一個意見 認為這件事是該辦的 認為這件事情是有爭議的 第二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不是剛好 也可以樹立他在黨內的一個 威望 所以他這一舉可以達到數得 數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幫賴清德突破現在雙少數總統的一個困境 我們可以去看 今天我們在社會中心 對這件事有助於 從未來中心 南部的一條弦 我們在社會中心 我們在社會中心 各樣的地方 我們在社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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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社會中心